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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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是情深义重 却要装作毫不在意 也是种折磨 三叔 听说我们与焦人族大战时 李宗盛也讨练了季寒之地 三叔可对这昔日的异族大皇子 有什么印象吗 李宴 七万年前我见过他 这人凶狠是有 但是要做异军却是浅些伙后 不过我听说现如今异军离境 也是花天酒地 俩人却是一对废缠 不错 父君 秦苍两个儿子是不成气候 叶华在此处是为了疗伤 你却是为了逃避法会 夫君 这是冤枉吗 儿臣是因为忧心叶华的伤势 才过来看看她 我这就去法会想想 药国这边就是上清境了 肃锦娘娘 二殿下 是北海水军 被贬的人 怎可再被换作二殿下 在肃锦心里 二殿下永远是二殿下 从未变过 来 三殿下永远是二殿下 娘娘这是又有喜了 是啊 还喜得厉害 素素你看 你们呀 都是如此有福气的人 这位是 这位是 这位是叶华在凡间的恩人 是个凡人 名叫素素 您腹中有了夜华的骨肉 就被夜华留在了天宫 夜华在凡间的恩人 不错 夜华在凡间 与金泥兽恶都受了伤 正是这位姑娘救了她 没想到夜华 也有这样的露水情缘 当初二殿下宫里 不也有很多美人吗 对了 二殿下 你可知太子殿下去了何处 方才听凌宝天尊提起 自今晨 夜华便去了上清境天泉 也对 夜华她受了重伤 更适宜在那处养伤 素素 我们走吧 嗯 二殿下 绍心娘娘 告辞了 绍心 你为什么一直看着那个凡人 你们就只看到本宫 没看到这位娘娘吗 灰素锦娘娘 这位姑娘在天宫 并没有任何封号 奴婢们实在是 放肆 你们都是天君宫里的人 难道不知道 她是太子殿下的人吗 回娘娘 奴婢们知道 只是太子殿下 曾吩咐过 对一览芳华的这位姑娘 一定要按天宫的规矩来 请宿敬娘娘恕罪 娘娘 不必再为难她们了 我 确实没有什么名分 好了 都起来吧 是 天君和太子殿下 都在里处吗 回娘娘 太子殿下已经来了一个时辰 天君刚到不久 天妃可要我们先去通报 不必了 若天君和太子殿下怪罪下来 还有本宫在 不必怕 是 我是上清净的人 你店里这位姑娘有吩咐 要让你去拿一把 她常用的扇子 去一趟上清净 常用的扇子 就是一幅山水的扇子 方才交给你的 速去找来 送去上清净 好 好 清净虽然说白浅尚在闭关 但这婚事也不能耽搁 孙儿明白 胡帝就白浅这么一个女儿 又承袭了东荒女军的位子 总不会是一个脾气和善的女人 若她知道你突然冒出个孩子 刁难于你 你也要懂得忍让 是 苏苏 苏苏 天君 天君 你为何在此处 我 回天君 是乐虚娘娘 怕苏苏终日被关在 一览芳华里会烦闷 特地让臣妾陪她四处走走 灵宝天尊的法会 其实一个凡人能来的吗 若是无事 早早离开 是 苏苏 你不要担心 有叶华在 天君 是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你为何回来此处 你为何回来此处 叶华 是我带素素来的 你不要怪她 习无功的事 苏锦天妃还是不要插手的好 你说得是 你是天族的太子殿下 而我只是天君后宫中 众多嫔妃中的一个 是我多管闲事了 以后不要与她来往 按照天族的礼法 你不该来此 我去换换衣裳送你回去 带我去吧 求求你了 带我去吧 今日可不止是天君和地君在 四海八荒有头有脸的都在 你又没铁子 我怎么带你进去 可我是仙鹅啊 我跟着你不要好了 今日我并是私密新君的仙鹅 我不敢 你敢 不敢 你敢 你并 paradox 绍心已有神韵 这次儿臣带她来 是想求夫君赐一道天旨 让我给他一个正经的名分吧 你为了他放弃大好前程 本君已是信罕 竟然在灵宝天尊的法会上 将此女带入天宫 你是让本君 记得你当时的不孝吗 是儿臣思虑不周 求傅君息怒 求傅君息怒 求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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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下吧 不要扰乱了灵宝天尊的法会 教主 乖 你 快 快 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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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 快 来 坏了 灵宝天尊神兽 父亲当心 小殿下 小殿下 子父皇冒兴未处 你们快算这儿 疯了 你别说话 你别说话 帝君 他惹了什么祸事 怎么一口血 小殿下执意要跟我 进入法会 可不知是谁 掉落了昆仑须法器 欲经昆仑膳 经着了灵宝天尊的 座棋 那凤凰失了成性 就将小殿下撞伤了 你们都退下 是 帝君 不如让小仙 看看这位姑娘 退下 是 是 欲经昆仑膳 是松儿交给所所保管 她并不知道此膳 乃昆仑须法器 松儿本来以为 她是个凡人 得了法器也不能用 却未料找出这栋大祸 是松儿处理不当 甘愿受罚 你知道伤的是何人吗 松儿并不知 请求白浅的侠女白凤九 白浅还没有嫁入天族 你这个凡人 就伤了她的侄女 请求若怪罪起来 你让本君如何做 苏人愿轻去请求请罪 请罪 你起来吧 是 你罪在疏忽 可这个凡人的罪呢 苏苏是被冤枉的 天君请您明察 冤枉 我之前 并不知道这扇子是真品 天规戒律里 可没有不知者不罪这一条 奴婢不是有意要闯入的 是有个仙娥姐姐传了话 说我家娘娘 要奴婢将扇子送过来 什么仙娥 你可认识 天君 请您明察 我并没有传话给奶奶 一定是有人要陷害我 放肆 你说这天宫里 有仙人陷害你这凡人 并非是我要这样说 您也听到了 够了 素素口出狂言 请天君恕罪 不认识 夫君 依赖芳华的这位小仙娥 刚从下界仙山提上来不久 不懂天上的诸多规矩 又头一回见到这种大场面 犯了错不敢承认罢了 夫君不必为了一个小奴婢的话 如此动怒 奶奶皆品虽低 却是一个老实人 怎么可能自己 做错了事情不认 反倒去诬陷别人呢 天君 住口 请听肃锦说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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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说什么 都怪肃锦自作主张 将肃锦带去上清境 天君若要降罪 肃锦甘愿替他受罚 你要替他受罚 是 肃锦愿替他受罚 喜乌宫的事 不用外人查试 若要受罚 诉诉自毁领罪 与天妃没有关系 天君啊 天君 方才得知 这聂畜闯了大祸 就急忙赶了过来 多谢诸位 出手降服这聂畜 只是不知这聂畜 今日为何 突然魔性大发 有一个婢女 掉落此膳 惊动了她 本君正在制作与她们 欲清昆伦膳 天君可知 此膳当初是谁的法器 本君知道 那天君一定有所不知 这聂畜在七万年前 还险些伤了司阴上线 他还伤过司阴上线 没错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当年义军也在场 还被这聂畜 大伤了 不知义军还记得此事吗 不错 我与阿英 当时与这凤凰斗过法 后来 他就是用这昆仑膳 降服了他 没想到 资阴与义军你 有如此交情吗 我 纯属巧合 我和他 没什么交情 既然天君要处理家里的事 本君在此不太合适 告辞 义军请编 诸位 告辞 诸位 或许就是因为 司阴用此善 跟聂畜透过法 才让聂畜魔性大发 伤了人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都是喜无功的人 惹了师兄的法汇 还请师兄见谅 只不过死了一个孽畜 天君何须如此动怒呢 不但是死了天尊的座棋 这座棋 还伤了青丘的小殿下 说起来 也是本尊的错 明知此寿魔性未尽 还把他带到这九重天 惹下这么多祸端 要罚 也理应先罚本尊才是吗 天尊言重了 既然领保天尊 为你们挡住了这一罚 你们都要记在心里 祖琴 起来吧 是 你二人退下 等等 虽有天尊替你们求情 但是本君还是难以轻饶你们 自今日起 一览芳华的所有人都要进座 没有本君的准许 不准离开喜无功半步 奴婢遵命 师弟呀 师父他老人家也过来了 咱们去给师父请个安排 燕华 既然你师父来了 快去拜见他 是 送他们回去 是 老师 是 是 学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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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师兄出手相救 幸好黎靖义军前来寻我 否则依照天军的脾气 恐怕是要了那姑娘的性命 黎靖义军 前几日就是因为她的坐骑 放火误烧了昭华宫 还险些伤了素素姑娘 也正是因为如此 她今日才肯出手相救 管了这个闲事 叶华 想当年你二叔如何受宠 又如何因为一个女人 被贬去北海 这些你都亲眼目睹了 凡人毕竟是凡人 并不适合待在这里 早早地将她送走 还能保住她的性命 都退下 是 跪下 为何要替那个凡人求情 肃锦以为 今日的事 还不能定那个凡人的死罪 既然不是死罪 只是让她吃些苦头 倒不如不伐 肃锦 你不要在本军面前 卖弄你的小聪明 肃锦不敢在天军面前卖弄什么 肃锦也怕 那个女人成为太子殿下的牵绊 所以 肃锦愿助天军 名正言顺地 出去那个凡人诉索 肃锦 当初你为本军分忧 才自请入宫为妃 你为本军笼络人心 本军也应成了你一个心愿 如今 你又要助本军除去这个女人 这次求的又是什么 求的是同一件事 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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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看 是什么事让你如此执着 是什么事让你如此执着 肃锦只有一个请求 倘若能让那个凡人死 天军就把肃锦 赐给太子做侧妃 你想入戏无功 肃锦这一生 只有这一个心愿 你告诉本军 当初要做天妃 是不是为了这件事扑路 不错 很好 这才是叶华身边应该有的人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知道怎么做 才能拿回自己想要的东西 好 本军答应你 赏自己的孙儿几个妃子 并非什么大事 不错 况且本军并没有宠庆过你 何必留你在宫中 去赌年华呢 天军答应了 不错 本军答应你了 谢天军 不过 你要记住 你答应过本军什么 天军放心 肃锦一定会想出法子 让太子殿下也不能报他 莫非那畜生 也将那位俗俗姑娘错认成了白衣 军上 四祖娘娘被灵宝天尊保住 带回了喜务宫 被禁足在一览芳华 禁足 这天宫里 明显有人想要他的命 他一个凡人 在这九中天是照不保夕 军上多虑了 他已经有了太子殿下的孩子 在天宫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很难说 殿下是不是过于关心那个凡人了 自从你有了身孕 本军尽量地迁就你 怎么你现在越来越不可离院 君上 臣妾都是为了君上啊 为了我 君上是不是认为 玄女对你是虚情假意 我不想和你说这些 君上 你放心 本军不会去喜务宫 找那个姑娘 帝君 不要说话 帝君可是要救我 帝君如果再救我 那这仗 这仗怎么算得起 不要说话 帝君 帝君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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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奶奶轻信旁人 连累了娘娘 求娘娘责罚 我在这里 无权无释 连个说话的权利都没有 要说起来 还是我连累了你呢 是奴婢愚笨 奶奶 你 你知不知道叶华 跟素景天妃是什么关系 只听说 素景天妃 是由太子殿下母妃抚养长大 自幼与太子殿下相伴 谢谢 休息 本是为了报恩 却连累帝君 耗损法力为我疗伤 若再留下去 怕是要将青秋的脸都丢尽了 完了 完了 走不动了 冯舅 不要晕 不要晕 can 复 staple 吃不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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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 吃不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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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素素 叶华 对不起 我自从有了孩子以后 情绪一直不稳定 这不是你的错 是这个天宫有着太多的规矩 逼不得郡七山那么逍遥自在 昨日的事情 昨日的事不怪你 我一直在想 我想天君之所以对我有偏见 一定是因为你在凡间私娶了我 叶华 我想跟你在这里好好过日子 就像我们在郡吉山上一样 好吗 你还会来找我吗 秦也 你还会来找我吗 不会 我明白 你是天族太子 要秦于政务吗 你还会来找我吗 我若不让你去 别人该说我是红颜祸水了 我看 戏文里都是这样唱的 天宫里没有凡间那些戏 你还会来找我吗 我心里还会去吗 我心里还会去吗 我先走了 嗯 你去告诉天君 青秋小迪基已经无碍了 嗯 没事就好 小殿下回青秋了吗 小贤告退了 先生 可找到黎远了 找是找到了 不过在北荒 北荒 是 黎远在北荒叛变了 义军 天君有急事 请义军去大便议事 知道了 你去哪里 去大便 跟天君议事 我不信 天君怎么会找你去议事 你又不是天宫的人 他有什么大事要跟你谈 你分明就是去找那个凡人 欺负我不能卖出这个房子半步 管不住 管不住你 够了 我告诉你天君为什么找我 就是因为你偷走了兵符 你把兵符给了胭脂 胭脂救走了黎远 他们在北荒叛变了 叛变 如果天君怪罪下来 他要治罪于你 我也救不了你 给我在房间好好待着 被帝君抱在怀里的感觉真好 但是这样骗自己的救命恩人 不好吧 帝君 过来 您问您 关心的 但是我的份 要不走 你 还要你 awson 赤颜及泥兽 折子上说 赤颜及泥兽 现身北荒叛军影中 赤颜及泥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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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vacc 就是 吉他 一度情节难留折旧的心 还有几分前身的恨 两要三生三世恍然入梦 许的年风干泪痕 若是回忆不能再相认 就让情分落九尘 两流水里何时还会穿上 有剑树下一盏风寸 若花有意流水无情别人暗怨爱恨 两头麻花的船 无声援千尘 两头麻花的船 无声援千尘